韓國瑜市長所率領的市府團隊 大家午安 我想剛剛我們的中央流行指揮中心 又發布的消息 說已經連續12天零確診 連續37天 五無本土的案例 我想在全球陷入一片的新冠肺炎的侵襲當中 我相信我們台灣也不例外 我們台灣第一線的防疫人員真的很認真 讓疫情可以受到控制 可以說是天佑台灣 我想台灣沒有放鬆的本錢 目前在六都的統計當中 雖然我們高雄市沒有比北部疫情來得嚴重 不過我們高雄的地理位置跟交通方式 我覺得我們高雄市是一個六都裡面 潛在最危險的一個地方 我們再來回想 在我們2月5號的時候 來停靠我們高雄港的威斯特丹郵輪 那他載了1400多名的旅客 還有800個船員 那因為那時候 當時在菲律賓的馬尼拉 他被 被拒停靠 然後私日就來停靠我們高雄港 那這些旅客他也是有做相關的健康聲明卡 還有發燒篩檢後就入境了 那就有就坐計程車 然後在附近的商家都有去逛逛 那後來發現有確診案例 還有真的是天佑台灣天佑高雄 我們的高雄市運氣很好 還有沒有讓疫情來發生群聚感染 那再來就是我們4月的海軍敦睦艦隊 因為也是停靠左營軍港 那700多名的光兵下船休假 也四處爬爬走 那他的足跡也遍佈全台 那大部分都在高雄市 那高雄市也緊急對 這些官兵的足跡 然後這些店家所去過的地方 都進行消毒 那引起一片的恐慌 那這個敦睦艦隊的案例 裡面就有35個確診 那也還好真的天佑高雄 讓這個敦睦艦的事件沒有來發生 那我想台灣新冠肺炎 現在本土我覺得控制得很好 那最主要的都是境外的移路 那境外的移路又分為海運跟空運 那因為我們高雄市是一個港灣城市 它擁有商港跟軍港 那所謂海上來的威脅會比其他城市還高 那我想我們高雄的遠洋漁越 也是台灣的第一 那遠洋船隻跟船員 人員也是很可觀 那預估在今年的5月 也將近有3000門的船員來返台 那當然其中是以高雄的數目是最多 那我想我們高雄市真的有能力來防疫嗎 你可以這樣說 高雄市擁有這麼多的大型船隻跟人員的出路 在高雄港 那例如說軍港 是海軍來管轄 是國防部來管轄 那游輪跟貨櫃是屬於我們高雄港務公司來管轄 那遠洋的漁船是由行政院的漁業署來管轄 你像這裡的船員或是海軍的人員 那只要一下船 然後出了軍區或港區 可是不是在我們的高雄市政府管轄裡面 那我想說防疫真的不能靠運氣 想說這不是我們管的地方 到底我們高雄市政府 到底有這個能力嗎 還怕這些純緣還怕回來 我們要怎麼來防疫 是不是有一個因應的對策 其實請我們的市長答應 請理事長答應 謝謝曾俊傑議員這麼關心 我們新冠肺炎這個疫情 事實上這從大年初一1月25號到現在 我們都一步不敢放鬆 那不光是我們衛生局環保局警察局民政局 所有相關基層同仁 事實上很多同仁有很長的時間也都沒有休假 體力精神時間的消耗非常的巨大 那在6月底前我們還要準備大概2000個單人房 因為衍陽漁場要回來 您剛剛已經把所有的問題點出來 尤其最關鍵的一句 防疫不能靠運氣 所以我們這邊一定會繼續謹慎借據小心 那明天開始又是新的不一樣 就是我們八大行業也要開始在防疫前提的 這個防疫前提的維護之下 我們八大行業要陸續開始開復 明天開始要開放 市長我想了解就是說 因為這些船員如果下來的時候 是我們管轄不到的地方 或是港務公司可以關閉到的地方 我們到底政府和中央有沒有對窗口沒有連接 有沒有說把這些船員 我們可以做有效的篩檢或是隔離 政員我們都有做過討論 如果您同意的話 請海洋局局長簡短二要跟你報告一下 那就請海洋局長來簡短 請海洋局長答覆 跟做這裡做一個報告 有關遠洋漁船的部分事實上是我們在管理 我們從三月底到現在 其實不管一開始的原船檢疫 或是後來的自主健康管理 或是現在又重新開始 所有的漁船都必須要做原船的檢疫 都是我們局 我們不管是他們進港以後 靠泊碼頭 還有在碼頭的保全的管理 以及我們每天派員 不管是到防疫旅館或是到所有的船上 去做抽查 這個都是我們在作業 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大概一千多個船員 經過這樣的一個過程 都沒有發生任何的一個問題 所以請您放心 各位局長 所有的船員只要一下船 就會經過一個程序嗎 還是怎樣 他們14天內都不會下船 14天都不能下船 是的 現在14天都必須做原船檢疫 然後在船上 在一人一室的情形下 可以留在船上 其他的都必須要到防疫旅館 這個部分都有我們的同仁 每天都有去了解他們量測體溫的情形 而且會做相關的抽查 局長 我很怕這個事會承認我們防疫的破口 因為我們高雄市政府 他們防疫團隊真的很用心 那希望在這方面可以多多加強 多多的掌控 您放心 這個部分我們非常的努力 從一開始到現在 已經有一千多名的遠洋遺傳船員 經過這樣的程序 沒有漏掉任何一個人 而且都能夠到目前為止 沒有一個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沒有任何確診的案例 謝謝局長 來請坐 那我想 其實在我們台灣裡面 剛剛我們的第一位置四面黃海 那還有我們的境內防疫做得很好 那剛剛市長也在今天早上宣布 那明天開始有效的八大行業 有限制的開放 那我想這對一些從業的人員 他們應該很興奮 因為我服務所也接到很多陳情 在這段期間 他們也是需要抗貨 那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家庭 一個人的工作就代表一個家庭的收入 他們會在不管是車貸房貸 也是有生活的壓力 那明天來開放 我是覺得對這些承認是很好 那重點還有一個 我想說疫情已經有趨緩 那其實有很多 很多民眾都有來服務處陳情說 是不是他們平常都在 在校園裡面運動 那運動的時間也是學生上課 不是在上課的期間 那我是建議說 因為很多很多運動的人 在那裡我都沒所在的人 現在的疫情比較緩和是不是 因為校園要是開放的空間 我在這邊是不是請說市長 是不是說 因為你們教育局有發一個文說 延到7月14 但是我是說是不是可以提前來開放 因為也是早上時間人家運動 人家學生下課之後的時間 他也在運動 是不是請市長可不可以簡單答覆一下 可不可以提早一下 請市長答覆 謝謝曾經典議員關心高中市民朋友 運動休閒在校園能夠使用校園 我們願意來重新 我們願意再檢討 我們有定我們的時間秩序 看疫情的發展 我們願意來檢討 盡可能來提早 謝謝議員 謝謝曾議員 繼續我們請林副寶 我可以拍照 我可以拍照